面对新的科技和不断改变的商业环境 越来越多食品制造商寻求创新 开发新产品 在转型的当儿也保持竞争里 一家本地公司就同标新局合作 研发出亚洲首创的益生菌果汁 来看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这一瓶瓶的果汁 加入了可促进肠道菌种平衡的益生菌 让患有乳糖不耐症的人也能安心饮用 公司是在发现亚洲一带 没有这类产品后 决定展开相关研究 我们的研究已经完成了 这个消费者如果喝了益生菌的水果汁 能够吸取到益生菌的益处之外 也可以吸取到果汁里面的维生素 它的那个minerals和vitamins 公司接下来会继续同标新局合作 探讨将产品推出社场的计划 这预计得花两三年的时间 除了开发新产品 这家公司也利用科技改善生产过程 通过自动化系统减少人力需求和增进生产力 公司强调产品的品质绝对没有因此降低 过去十年 新加坡理工学院食品创新与资源中心持续帮助食品制造商转型 平均有多20%的公司寻求援助 制造创造新的食物产品 或者甚至在那个质量方面 真的就是把它改进 或者那个包装 我们中心最近也有帮公司看在那个中央厨房方面 就是把它们的那个程序改进 中心表示 比较常见的是人手短缺和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我们会下去那个工厂看看它现有的设备 它现有的流程 还有它的那个空间约束 对嘛 从那一方面的左手 然后看一下可以推荐一些什么东西进行改造 或者修改 我们甚至有时候就是会帮他们重新再做一些新的仪器 接下来中心会引进新技术 以协助食品制造商继续创新